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集就说话语出惊人 想不到这个知名的日本媒体 《日经》就是日本经济新闻 还有《华尔街日报》纷纷对于 美国地产发出了一个相当大的警告 《华尔街日报》就说 但它和大陆不同 中国大陆是住宅 但美国是商业地产 什么都是地产 商业地产 原来 想不到《华尔街日报》和《日经》 基本上都说 这次美国商业地产的雷 有机会是被 中国的 民用即是住宅地产的雷 是大都不出奇的 我只是引述的 首先 首先就是《日经》 《日经》的 《特别委员会》的专栏作家 就叫 《龙田仰一》 他说什么呢 他说在金融市场上 有比 中国房地产 泡沫更加大的一个雷 他说 就是 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商业地产 原来 日本央行 刚刚就在 10月份 叫做金融系统报告当中 不经意 但明确指出这点 日本自己 央行官家的事也有说 他说 我们看看 商业地产实际的涨幅 跟10年前比 好厉害 日本升了20% 美国更加 是升了50% 在 发达国家当中 当然就是华为那句 遥遥领思 但是呢 过有不及 自从2002年初开始 美国商业地产的价格 开始下跌 为什么呢 利率 利率 因为商业地产 当然 很多都是借钱去投资 到目前为止 其实 只是 小幅地调整 但是今后怎样呢 日本央行的看法 就是调整空间 是 可能不小的 即是很大 算是很 说到嘴边流半句 而言之 就是美国的商业地产 其实具有相当大的下跌空间 美国联邦 处处备委员会 亦都是 之前发布了份数据 亦都显示 现在 很多的不良项目 实际的价格 会比表面上的数字 还要低很多 这样对于美国金融系统 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是相当大的 原因是什么 原来 2010年到2023年 美国面向商业 地产的贷款 的余额 膨胀了两倍 同期日本 当然同类的贷款 只是增加了3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是多么迅速地 扩大了 育资的规模 在放贷当中 最大事 放贷的不是大银行 是什么 中小银行 即是 中小银行 是不是这些银性的resilience 比较差 当然 目前市场的环境 完全改变了 美国的基准力量 亦提高到 5.5% 而且在2023年3月之后 直谷银行 当时 破产 后来就搞定了 所以中小银行对存款的流出 感到相当照类 作为借泰坊的办公室 大事 空折 想不到美国也有两成 我们说回大银行之后 很多公司 他不是 五天都需要 上班 现在 很多公司 二三 或者是一四 弹性 是弹性很多 所以 亦是 我都不需要 租 或者 租小一点也行 或者 甚至 真的有公司 完全不在 办公室上班 不过很少 当然 现在这个空置率 居然是超过了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的这个空置率 每次更新 租务合同时 空置率都会上升一次 这样一来 面向商业地产的 贷款标准收紧 已经收紧到2008年雷曼兄弟 之前的水平 随着商业地产贷款 再融资 变得越来越困难 再融资就是 大家说明了 借 新债 还 旧债 但以前借债 便宜多少 现在借债是多贵 2023年和2014年 将分别 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贷款 日本是盈利常怀期 所以 日本的央行就说 美国这个消化量 太大了 之前消化得太多了 现在你再次消化一次 当然是不行 因为利率太高了 消化大量的 再融资 相当困难 如果不能够再融资 会怎样 他们也说 由于没办法再融资 的房产 将会在市场上抛售 所以市场价格调整压力 是相当大的 金融系统报告也清晰说明了这点 就说 到时市场会一片哀嚎 美国商业地产的规模 很可怕 3000 万亿日盈 他说明了 不像台湾 我们 用台币鸡 其他几位全部用美金鸡 突然间 搞到你的时候 突然间用新台币计 台币计 他排到第二 不过是台币 这真的很可笑 达到名义 国内生产中的GDP的九成 如果这个 根基出现动员 专家也说 你们不要笑中国 你们不要笑中国 说真的 这么高利率 很多人都顶不住 其实 房产 现在的泡沫泡沫 泡沫 爆破 也将会明显拉低 美国的经济 之前 由于在国际分散投资的 美国房地产基金 再平衡 即逆转 全球的商业地产 也可能面临着 抛售的连锁反应 截止到九月底 全球的 房地产 产生也 Good 也挺厉害。 投资信托 Catch y'all french 有21 万亿日 作家是没有信心 想不到华尔街日报也是没有信心 他们就说 有很多传媒看得到这个危机 预视到 其实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之前 伦敦的金融时报也是没有信心 因为他们看到纽约的office 顶级的那些是很好的 但是那些 没有那么高级的那些是很严重的 因为顶级的那些就是顶级公司租 但是也有缩皮的现象 其实《华尔街日报》也说 在美国商业地产 金融是不透明和高风险 也担心会出现动荡 他们也说 这个与日经是一样 也不要说别人家中国怎么办 美国商业地产 其实也很严重的 看回今年贷款机构 针对高风险房地产贷款 发出了一个警告 其中有很多 跟日经说的一样 很多贷款 是现在类似于二次按揭的贷款 俗称 叫做夹层贷款 夹层贷款利率很高的 现在的利率之下 你这样吗?你真糟糕了 这么高利率 而且你不要忘记 美联储说过高息环境还要一段时间 而且也不排除再加息 所以 这个夹层贷款利率这么高 跟按揭贷款相比 当然 高的话 借得快和借得易 很简单 即是那些企业 经常说的阿隆 是吗? 5E 当然 付出的代价是高 他这份 比日本的更新 截止到10月份 原来总共有62份 夹层贷款和其他高风险贷款 对不起 我们 不可以再还 还不行 当然还你息也不行 这个数字 是去年的两倍 而且很可能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 利率走高 空置率肯定上升 亦是打击了房地产行业 夹层贷款 当然 虽然数字不是很大 你刚才真必师说的62单 但是 最重要是什么 因为 他比 按揭贷款的 指数率更直接地衡量 是商业地产的困境 当然 看回这个数字 他的确是 一声上升 其实相关的案件 在法庭推进也很缓慢 你知道 因为他停止还钱 肯定有一系列的法律 但是 现在美国最怕是 能不能相信 因为量很大 会不会以拖待变 你说得对 现在 违约到传统的案件 贷款的指数之间 可能要数个月 甚至数年时间 银行通常 都不愿意 接管这些建筑物资产 当然 相比之下 夹层贷款的 指数通常 是有快有易的 因为这些贷款在技术上 是不属于按揭贷款的 其实难听点说 《华尔街日报》也说 有点像阿孔的性质 想想一下 又快 又容易借 我只想到那些 耳孔很大的人 不过 他就是 没有犯法的 但是 你承受的后果一样是很大的 承受的后果一样很大 你以为好像是什么三环 以借以还吗 你信不信 什么三环财务的 以借以还 广告而已 那些 广告车 广告之后 之后他也有警告的字据 什么可借可还 不知什么 不知什么警告字据 反正 最后他会提醒你有个风险 没错 夹层贷款 是出名 不透明 以及 你不知道当中的一些古怪的操作 又不透明又高风险 当然 现在 美国的 大环境升利率 他不升的 他一直都是比 普通的高很多 肯定人升他有升 所以这件事 你说美国会出现很大事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们又说中国很大事 中国是大事 但全球都有很多问题要面对 我们经常说 你经常执着什么数据 其实大家都要检视一下自己 都要检视一下自己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见面